林作在最近捲入JPEX 風波 警方在9月18日早上拘捕林作 指他疑似捲入虛擬貨幣平台無牌事件 其實除了林作外 還有幾位的藝人都捲入事件 張智霖曾經為JPEX 拍廣告 不過早前他的經理人回覆傳媒時指 張智霖沒有參與任何投資和金錢損失 而在去年拍完廣告後 都已經書面通知了JPEX 如果這間公司未能取得牌照 就不可以使用他的肖像宣傳 並會保留追究權利 而另一位藝人 張智霖就是JPEX 風波的其中一位苦主 早前他接受香港01訪問時就說 自己都留意他們的有關公報 最後網紅陳兒繼林作後 也同樣被警方拘捕 剛才開始到來 他以後都會被警方拘捕 他以後都會被警方拘捕 他趁個有關公司 反應可以在一起 所以我看到他在一起 也有一個問題 我們關照 我來做一個問題 你做一個問題